那目前我们知道乌克兰官宣就是他们预计在 因为我们知道6月16号在瑞士要开和平高峰会 所以泽连斯基给希尔斯基的命令 就是在6月16号之前必须要把俄军从这几个 俄军扩张出来的缓冲区推回去 所以现在的我们掌握到的情况就是 乌军从希尔斯基从乌冬其他战线调过来的兵力 这个根据不同的来源会有不同的数字 但是大部分这个数字会落在40个营 50个营到60个营这三个数字 现在乌克兰的一个营编制还有多少人 标准的满编的话满编的话一个营大概要400到600个人 那目前据说了有一些营因为派过来就是点名嘛 所以有的营只剩下200人300人也是算一个 但无论如何我们假定它都是一个满编的营这样来算的话 那预估乌克兰目前已经集结到这一线的兵力 大概最低40个营那如果6424就是这个数字 2万多人 2万多 那额军在这边的我们知道它第一波的公式投入是1万人 后来第二就是突破了之后再投入1万人 大概前线前沿的话大概有2万人 但是整个的整个在目前在边界到缓冲区这边不低于5万人 那如果我们是以60个营 就是我们刚刚讲40个营是低标的话那2万多嘛 那如果是60个营的话 6636就是3万多人 那即便这样子比起来 我们一般进攻跟防御比较好的优势是进攻要比防御方要多三倍 但是这样子看起来乌军的反攻在这个方向其实并没有人力上的优势 因为俄军在这边至少就5万人 而且他还有预备兵力还没有达到前线 所以我不认为说乌军的反攻可以很轻松 尤其是已经有指定日期6月16号之前要反推 但无论如何 这个反攻必定会影响到我们原本预计 可能7月份乌军就要在赫尔松跟扎波罗热局 就是同时推进的反攻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假设啦 就我们昨天晚上稍微计算了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5月底了嘛 假定谢斯基决定在6月初 在哈尔科夫弄一个反攻 那哈尔科夫反攻可能还没结束的时候 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反攻时间又到 所以在同一个时间 乌克兰会有三个反攻在进行 那这个很夸张 我不知道那个场面会怎么样 但必定会很热闹 俄罗斯现在是在 几乎在全线都是一个主动的地位 而且他的兵力跟资源明显的压过乌克兰 都不敢说他要发动三线进攻 就乌克兰说要发动三线反攻 这不会有点太超现实吗 但这个我觉得可能两兵 因为这主要是因为和平峰会的因素啦 所以本来希尔斯基是不愿意在这边赌的 但是因为泽源斯基给他的压力迫使 他必须要在这边发动一场计划之外的反攻 好那接下来他就会遇到 假设他在这边发动一个计划之外的反攻 接下来他就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这一线因为缓冲局都太靠近边界了 所以俄军的炮兵跟在乌东战场是不一样 乌东战场俄军的炮兵 他本身就是在被反炮兵的猎杀的目标 所以炮兵不管在执行任务上面 火力密度上面都必须要兼顾到 打了以后就马上得要撤 但在这一线俄军的炮兵根本没那个顾虑 为什么因为美国原本的要求就是 你不能用美国援助你的武器 去攻击到俄罗斯的本土目标 这个是美国给俄罗斯的保证 但是美国所谓的俄罗斯本土指的是 就是扣掉原本乌克兰的领域 以及克里米亚 所以你在你打乌东 就是顿捏刺客或鲁干吃客 在美国认知里面 那个并不是俄罗斯的领土 但是你在这边打比尔戈罗的 那就是美国的领土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派了一个代表团 正在华盛顿游说美国的国会议员 希望美国国会议员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让乌克兰的军队可以打进去 就是如果有些目标 比如说兵力的集结点 或者是炮兵的阵位 它是在俄罗斯的领土里面 那乌克兰可以受到允许可以使用 比如说海马斯的ATA CMS 去攻击这些俄罗斯领土里面的目标 但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变成说 如果是美国志愿的武器 直接攻击俄罗斯的领土 那俄罗斯也可以做很多类似相同的事情 比如说他也可以把先进的武器装备 资源给比如说夜门的胡萨武装 或者是资源给 目前在跟美国对抗的一些力量上 那美国就不能说什么 而且如果 因为美国原本的 美国原本在这个 定的这个规则 其实就很简单 我美国不允许你使用 不管是哪一个组织 但是只要是使用你的武器攻击我 就势头你攻击我 这是美国一向的政策是这样 那同样的俄罗斯也要求 美国必须要遵守这个政策 古巴危机就是因为这样子引起的嘛 那双方在那个时候达成的默契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如果说 泽连斯基的游说团在美国 国会就是达到目的了 那变成说美国自己打破这个规 打破这个默契 就允许美国的武器攻击到俄罗斯的本土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我们并不敢预料 但俄罗斯已经在做这样的准备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已经在做非战术核武的演练 做非战术核武的演练 其实就很明确的告诉美国 你跨美跨一条线 那我就跟着你跨一条线 而且我可能会用 我自己定义的方式来解决 我认为的威胁 那其实对整个世界安全的局势 稳定并没有任何的帮助 就是不断的在升稳 会不会将来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我们的这个就是军构制美国的武器 也会被限制 不能攻打 目前都是被限制的 这个没有疑问 不能攻打中国本土 对 这个不要有疑问 美国卖给台湾的所有的武器 台湾 所以台湾如果要打 深入到中国大陆领土以内的目标 必须要用我们自制的武器 是不能用美国 那什么F-16然后要走三峡 然后去攻击三峡大坝 这是做梦梦到是不是 没有你得要得到美国的 这个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但因为媒体不知道 老百姓并不知道 所以我们讲 但因为美国其实也没有给台湾远程的武器 但美国有给台湾F-16 但台湾的F-16能够用的就是 在自我防卫上 你是不能用F-16飞到 中国大陆的领土里面 去攻击中国大陆的一般的民用的目标 可是那问题就会跟现在一样 老师说如果要在利普齐跟沃尔程斯克这两边 进行攻防的话 那不管乌克兰援助多少部队 他其实都要取得炮兵的支援 可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就是俄罗斯的炮兵支援 全部都在别尔哥罗多境内 那如果乌克兰不能去压制俄罗斯的炮兵 他仗没办法打 对那你怎么打这个仗 你没办法反攻 同样的台海也是这样子 因为台海的距离实在太近 不管是什么火箭军导弹部队 也很近 对然后就是也很近 那如果我们不能攻击中国本土 不是我们不能攻击中国本土 是我们不能用美国的武器 攻击中国本土 那我们还剩下什么武器呢 丢石头吗 但是这中间其实会有一些模糊的 就是一旦进入到战争的状态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解释 那变成说台湾已经有的武器 比如说F-16或者是案件的鱼叉飞弹 这些攻击对岸的目标 美国是不会觉得有什么不OK 但是如果你拿暗自鱼叉飞弹 去攻击一般的比如说厦门的某一个集合住宅 那美国能不能接受 这时候美国就会有讨价还价的地方 当然我们讲的这些原则其实并没有一条 什么样的国际法有规定 但这是从冷战时期美苏延续下来的惯例 那现在就是乌克兰想要打破这个惯例 那未来在台海会 台海遇到了 会不会也准用或者是美国会准用或沿用 这个已经被打破的惯例 我们不知道 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一个不成文法的国家 OK好 细讲沃尔陈斯克这边的攻防 对 那因为 现在沃尔陈斯克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沃夫恰合 这条战线 对沃夫恰合 因为俄军目前 乌克兰已经准备要反攻 俄军已经知道 所以俄军并没有尝试要越过沃夫恰合 而是在 现在在巩固沃夫恰合 以及 这两天俄军正在 忙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炸桥 目前所有沃夫恰合上面 只要车辆可以通行的桥 俄军都炸了 因为俄军已经 因为炸桥的意思就是 俄军也没有要打算越过来 因为你要反攻 那俄军现在就是 隔着沃夫恰合开始巩固攻势 因为这边有一些高 这边已经有一些高楼层区域 是在俄军的手里面 所以高楼层 当初乌军用来防御俄军 现在俄军用来防御乌军 就是这个转换就在这几个礼拜之内 这也蛮特别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观察 这两天 这两天俄军 基本上没有渡河的尝试 然后所有的第一线部队 现在开始构攻 他们在准备防御攻势 然后就在昨天吧 昨天有一些比较激进的那个乌克兰版黑熊部队 就尝试越河 怎么样也从河上面滚下来了吗 没有他尝试越河哦 然后 是踩着背过去的吗 对 可能就是大家先找一些人趴在那个河上面踩过去 如果有海外的朋友或是对岸的朋友 不好意思这个梗 就是麻烦你去搜寻 踩着我们的背 OK 他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沃尔诚课这边 不是自由俄罗斯军团 就是海妖营 就是呃 比较激进的 就反而比较 就是反而最前线 嗯 那他们收到命令 就是即将准备反攻的时候 就意不容辞 就想要先过河打一坡 但是 第一个你没有瞧了嘛 嗯 再来就是你车辆也没办法过去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过河的时候 就是人带着 他们人可以带的武器 而且哎武装渡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你想想看你身上背了那么多装备 所以他也就是就是拖着那个 反正临时在在水上面可以飘的东西 然后就把装备放在上面 然后人拖着游泳过去 那你觉得在俄罗斯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 会有什么好的情况吗 那当然就是 昨天陆陆续续发生 几起乌军尝试要 不管是他要越界侦查 还是要渗透 但是就勇气可加啦 但是 人的意志力没办法 违背物理原则嘛 就是你 你从高处 即使是你黑熊掉下来 该送医院还是会送医院 所以这边的 昨天的几波 遇过 沃夫恰合的公式 那基本上都被俄军刮解掉 那现在 呃 乌军也在慢慢集结中 所以我们预测就是 如果这几天 乌军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公式 有可能会跨到六月份 跨到六月份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它就会变成是几个公式闲间在一起 就是从哈尔科夫开始 然后接下来会是 呃 赫松 渡河 然后再来是 杂波罗热 所以今年的夏天 我们预计就是会比较热闹 那当然 俄军也有自己的打算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 下一张 对就是 因为你 这个地方我们比较少介绍 这个刚刚我也是透过老师说明才知道 说其实这个再往西走的话 就是扣比亚斯克 对OK 那这是塔巴伊夫卡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里面 有讲过就是 呃 在在西部军区 非常振作 努力之下 把塔巴伊夫卡拿下来 就就没有然后了 那就拿下塔巴伊夫卡 那我们刚刚有讲过嘛 就是在哈尔科夫那边 谢斯基从前线抽掉了 四十个营到六十个营 就实际上的人数 现在众说纷纭 好我们假定高标准六十个营 那你抽掉六十个营 你所有全线防御 兵力一定会 受到影响 原本就已经捉襟见舟了 对 那就因为你抽掉兵力 这时候趁你病要离命嘛 所以莫斯科军区的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所以他们就拿下一个村子 就叫做伊瓦尼 伊瓦尼夫卡 那终于让伊瓦尼夫卡 基斯利夫卡跟塔巴伊夫卡 三卡连线 这三卡有什么重要性 就是如果你是要往库皮 杨斯克的方向进攻的话 那你必须要解决这三卡的问题 因为之前 莫斯科军区在这边的军力 就卡在铁路线的东面 一直没有办法越过 就是因为有伊瓦尼夫西克 基斯利夫卡跟塔巴伊夫卡 这几个防御力比较高的村庄党者 那现在这边没有 他要往西进 现在只剩下一个叫斯杰波瓦诺 那如果再处理完斯杰波瓦诺 那往库皮杨斯克的方向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阻碍了 那这个就是你为了哈尔科夫反攻 你想办法从全县各个地方调兵力 一定就是挖东墙补西墙 你让哈尔科夫那边 你必须要累积足够兵力的同时 你就必须要让前线的部队 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那俄军也不是塑胶做的 他的前线侦查 让他发现你这个阵地 原本有一百个人 结果经过一个周末以后 只剩下五个人 他不来打你 那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就是这样 不是只有 北线库皮杨斯克这边而已 是全线几乎都出现这样的状况